看到這個感覺 後面這樣的情況 當然知道來到倫敦的China Town 儘管跟大家去倫敦的China Town 看看是怎樣 上一條影片說過我去過 Manchester的China Town 比較一下 這裡是大家最有名的打卡熱點 黃記 暫時還沒點好多人 看看待會不會走回頭吃這個 正式見到了 上高 Jerla Street 他就著陸街 慢慢走 一路走 跟大家看看 現在最新的情況 其實你看到 即使每一天有五萬個 確診的人數 但 大家都依然 不太好戴口罩 不太好戴口罩 相當之正 大部份都是 食物館 飲食店 這個位置 這裏有一個 大家都不太想看見這個 算了 看見少少就算了 不過我也要找個地方 按機 我想應該可以用 我們一轉吧 其實感覺有點像 當然可能是大一點 也有點像是新加坡的牛車水 尤其是一出來新加坡的牛車水地鐵站 兩邊都是食店 兩邊都是食店的位置 其實就很像 都是這樣 食店啊 一個排便啊 分別不大 嗯 又看看沒有食店以外的 一些其他不同的東西 啊 即是說真的 來到這裡呢 我都不知道吃什麼好 太多選擇 說真的 唐餐我就 即是那個 那些什麼什麼酒樓 那些我就 不會有興趣的了 即是反而可能你說是 會不會有些 面檔啊 拉面啊 那些可能就會有機會考慮一下 就是說真的 唐餐 自己店裡也吃啦 回去幫忙吃 我老闆也好過啦 對吧 那個香港餐 那其他唐餐就 沒什麼興趣 興趣不大 西餐又一般的 咦 這裡有一檔 Hong Kong Egg Latte 這裡 看到嗎 Cash only 這個 不知道多少錢呢 雞蛋 雞蛋 3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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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不錯 3磅又不是很貴 買一個原理的話 就試一下 不如 正在做的了 看看它的味道如何 基本上都是味道 混蛋那個 醬那個味道 還有就是那個 就是夠不夠硬 脆不脆 有些是軟的 有些是脆的 有些是脆的 有些是軟的 有些是脆的 很濕 有些是脆的 很脆的 包多一點 不是好友嗎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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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這裡 這個樣子應該是炊光泵的 剛剛焗起的 就不像香港一樣 可能焗了一段時間 才焗起 我先找個位置坐 這裡 試一下味道是否真的有香港味 蛋漿真的混合得不錯 也很脆 香一下香 脆的聲音 不錯不錯 可以大家 香港的朋友 都來這間 光顧一下 另外我又看到一間日本麵 先去裝一間日本麵 這裡 看看他多少錢 看看他多少錢 好 又走到這邊看看 兜個圈 轉頭就 我看到有拉麵 麻辣湯 這個 刀削麵可以想想 看看這個 試一試看看 先看看 看看這個牌子 刀剩下的 刀剩下的 要10個0.5元 前面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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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貴 好 好 那再走一看 剛剛說的3磅 沒所謂 試一個吧 即是雞蛋仔 即是雞蛋仔 看到他寫著 台灣 小食 台灣風 他說當然不去看看 你不去看看 那讓我選了一個 就是真的小食 就是選了這個 滷肉飯 5磅 30磅 另外就是加杯飲料 加杯就是 加杯就是 鮮草奶茶 滷肉飯到了 真是火滷肉飯 加一杯鮮草奶茶 他們本來已經是這麼少 好 看到台灣兩個字 沖進來 對吧 寫得明是台灣 不過是存了台灣便 其實呢 唐人街這裡 Jerard Street 這裡 都可以停車 有停車場 看來就知道了 直接這裡就是 叫 Q Park Chila Town 想看看它多少錢 如何收費 8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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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時 OK OK 謝謝 那這個 Security 就說 原來是 8磅半 就1小時 那如果我們來吃個飯 就可能2個小時 走完3個小時 大概20磅 30磅不用 那貴不貴就 驚人見智了 其實就越晚就越多人 是不是 基本上呢 很多餐廳都是 已經坐滿了人 真的 好像沒有pandemic過 大家都已經 習慣了 大家都 習以為常 就 不過好像 就 單一了些 就是全部都是 食物 有些 剪髮 有些是 中超 就是這樣 那種 其實都差不多了 都 吃了個雞蛋仔 也都吃了一個 台灣的 滷肉飯 喝了一杯 奶茶 鮮草奶茶 差不多 差不多 打到回府了 不過我剛才看到 有一間包店 我想去看一下 包店 弄個麵包 吃完就 閃了 剛剛那個椅子 那位 這裡 串串香 裡面 這裡有個 要排隊 2個小時 他已經 在這裡吃這個 串串的 大股肉 對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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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要等 排隊買的 我就再沿路 走去看一下有沒有其他 可以買到 包點的地方 唐人餅家 沒有呢 那就 回去咯 一天都要坐 連等車都 起碼 過半小時 現在差不多8點 回去都9點半 起碼 大致上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啊 不如這樣 這次 倫敦唐人街 之類 就是這樣 下一次 可能就會去 另外遠一點的地方 為什麼呢 剛才 另一間 電視台的舊同事 陸續 都有一些朋友 會過來英國的 有些到一步 有些準備到一步 然後到時 就會約在不同的地點 就跟他們 會合 大家都可以 叫做 相遇一下 相聚一下 希望一個月一次 就出去 離開 Brighton & Hove 可以跟大家 看看倫敦 以外的地方 的一些情況 下一條片再跟大家見面 在一起 有些人 他們 會有些人 有些人 想剪刀